日本革命性發明 ECON CLO2微粒增生噴霧 是全球唯一鮮毒效力最持久的噴霧劑 一般消毒噴霧劑 噴霧一乾就完全沒有了消毒效力 而日本ECON CLO2微粒增生噴霧 就算噴霧劑在使用的表面乾透後 在該表面還有48小時的3D消毒除味增生效力 所以ECON CLO2微粒增生噴霧 使用在小孩和老人家的衣服上 寵物生活的環境和寵物毛髮上面 或者充滿甲醇和煙味的空間 是非常神奇而有持久效力的除味消毒噴霧劑 由於產品的CLO2濃度設計非常低 而且CLO2是非常容易被水分弃成 世界衛生組織更加平定CLO2 是最安全的食品消毒劑之一 所以日本ECON CLO2微粒增生噴霧 是絕對安全的除味消毒產品 日本革命性發明 ECON CLO2微粒增生噴霧 改變世界對預防細菌病毒感染 和空間消毒除味的新觀念 為了治療壓性噴霧劑 你是治療的 郭壁的味道 建議 平衡 建議 平衡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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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測試空氣除菌產品真除菌? 市面有些空氣除菌產品標榜用二氧化綠菌和病毒 聲稱可以殺滅一米之內99.9%的細菌 其中這隻EAMASK還在Facebook中說 連H7N9禽流感和E波拉病毒都能防到 我們是委託大學做測試,看看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別以為一哥哥一條空坐在等運到 其實測試已經在進行中 這個儀器每分鐘會抽五星的空氣進去 掛在哥仔胸口角,好像聽筒那樣的物體 就有一張雷子,可以模擬肺部隔走空氣塵粒 之後再將雷子放入機 看看沒有帶張和有帶張的效果是否真的有分別 室外都有做的,試一下站足十分鐘 完全不動得,得了 又試一下繞圈繞足十分鐘,完全不停得,又得了 至於另一個產品,家戶零 我們就借了灣仔區議員辦事處來做測試 兩件產品的測試結果就是 看看產品,標榜的效果是可以殺到99%的細菌 但我們這個實驗在這個環境下,就得不到這個結果 他說有包裝寫,產品產生0.017ppm二氧化碌 那個濃度符合安全,但未必夠殺菌 說至少1000ppm二氧化碌,要用30分鐘才夠 其實前年日本消費廳發過通告 說這類產品除菌功能沒有合理根據 要求過17間公司停售 EAMARS代理負責人質疑,測試不夠嚴謹? 說樓通空間不可能99.9%沒有菌 又說要帶3-4個小時才有效 產品在日本改善標籤之後,已經重新上架 而家戶零的生產商大幸藥品截稿前,就未有回復 可能剛才有講過CVLO2,大家看得清楚 簡單來說,就是我一直賣的噴噴 我在上星期之後 當我和那些建築者談完電話 不是,那些建築者談完電話 我又賣了很多最後一堆的EAMARS 當我看完蘋果星期六的報道 我一會兒去講一下 我就覺得很有趣 EAMARS,就是我們現在戴這個 它曾經在網上有很多 在網上有很多 包括我們的親家 那個親家叫什麼? 我忘記自己說 你倆是很難看 傲勢 或者有些人在高燈裡面說 如果有這樣的發明 你倆是發達了 這麼容易嗎? 這樣殺了 結果人家就發達了 在每一樣新產品出現 在世上的時候 就一定有很多人去質疑 可能是眼紅 可能是whatever 任何不知什麼情形 結果 我就看過了 包括海關 包括消費者委員會 甚至乎《蘋果日報》曾經質疑過這些EAMARS的事情 那些案件全部關掉了 而《蘋果日報》上個星期 竟然做了一個訪問 問了一個醫生 他說什麼 他說究竟市面上有些說是勳章 他沒有說過名字 但我把照片拍了EAMARS出來 或者名牌型的產品說會釋放二氧化六掛在身上 就可以幫助消除細菌有沒有用 那醫生就說 二氧化六是一種化學物質 類似家用的漂白水 亦都是氯氣 氯氣發放後 如果遇到病毒細菌 的而適合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不過那個林醫生就說 但是散分新作用 都視乎二氧化六可不可以發放到要求的地方 OK 這也是當日日本要EAMARS下架的其中一個情形 下架是什麼 不是說貨品不行 要去修改 要加一個description 進去 那個形容進去是什麼 因為在戶外 大風的地方 他的功能 就未必達到他所要求的功能 一米內殺菌 但我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 基本上 你是不需要在風大空曠的地方害怕 在風大空曠的地方 除非你有在人 跟人裡面很近距離 一米內甚至乎 擁抱的接觸 面對面說話 如果不是基本上 你受中招的機會很低 你最怕就是人多 局促的地方 甚至乎上班的寫字樓 是 於是這個EAMARS是有用的 OK 好了 EAMARS我上個禮拜這樣講完之後 其實我剩下百多個 當然是第二天就馬上賣光了 我跟大家講 什麼時候有貨呢 包括全系列的產品 包括我一會會講的噴噴噴 OK 全部本來就說2月10日開工 但是現在就不關這間廠事 這間是什麼廠呢 這間廠是大陸的 是日本人過去開 日本人在這裏控制著的那間廠 不是給大陸人管 可能有請大陸工人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人看著 OK 但問題就是 原來所有packing的東西 其他廠未必交到 在現在的情況下 所以什麼時候有貨 是不知道 OK 這個代理商和我的關係匪淺 所謂的關係匪淺 就是純粹在今年我來這裡 由sponsor我開始買的產品 建立了一個感情和關係 我將會有最後最後 在什麼時候復工前 OK 叫八百個 八百個很少 八百個很少 現在外面是怎樣 外面有些facebook 正在賣60元收期貨 就是要你先付錢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付貨 那些有沒有風險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敢說別人 但是根本上是沒有貨 有些地方賣到200元一個 更加有人賣300元一個 為什麼呢 就是上個星期 大家自己上蘋果 找醫生說過的 嗯 OK 那我這批貨呢 其實我今晚可以去車 他說你不要那麼辛苦 他明天會輸給我 我決定明天不賣的 嗯 即是無慧 我又在做節目 無慧 阿澤阿澤 我是星期三會賣 本來就應該你們收 入錢來拿 沒那麼亂 嗯 但是呢 入錢我們要對單 是多了那個 怎樣說呢 對我來說是多了那個 支出和什麼 所以我決定是星期三 早上公開販賣 公開發售 幾點呢 就是我上班的時間 11點 嗯 很公道啊 嗯 我們上個星期 買A-Mask的人 第一年28點 我們在七樓就排隊上十三樓 向下一條女兒就排到下街口 很多人買不到 嗯 為什麼我上次拿著四千東西都買不到呢 是因為我有大量的醫護 我講過了 是醫生護士來買 因為我給他們一二百二三百買的 嗯 OK 那麼星期三我會限售 我會限售 我希望大家 老實一點 家裡有多少人呢 不要打算和朋友買 又說我很多朋友 朋友 不要了 家裡有多少人你就買幾個 我想 十個以下 OK 我會買 老實說 我會發 大家覺得我過分 以前我買了六十五的 我現在決定賣 七十九元會不會過分 賺多十四元 嗯 就任你 是啊 那我就會賣七十九元 現在外面都賣 沒有人買 沒有貨賣 因為沒有貨賣 因為我買一支噴噴 我從來都是賣噴七十九 是啊 為什麼呢 我方便我不用多開個曲 就是今次有沒有噴噴 沒有 其實我不知道 是有沒有噴噴 我都賣七十九 是 如果來噴噴那一支 設裝我不會加價 嗯 來沒有設裝我 不知道來哪一支 我都會用回價錢 就免得像我上個禮拜 就跟回舊曲六十五元 就搞得我很麻煩 我不會做麻煩的事情 嗯 其實十四元 八百元都很少錢 幾千元而已 一筆錢 但我免得做麻煩的事情 嫌貴就不要買了 很簡單的 我覺得 OK 就是這個今章 我簡單的跟大家說 我不夠膽叫大家 不戴口罩 但其實 現在我很有信心 跟大家說 基本上你戴EA Mask 你是可以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不過我不敢說 真是無謂的 不戴口罩 現在你不戴口罩 你容易上 那口罩又怎樣 那麼缺口罩 口罩我不會賣給大家 因為 為什麼呢 我免得說 要我死全家 賺國難財 不免得 不要 你大陸給錢 都不用你買 他直接跟你搶 是啊 民建聯可以找我 我有 民建聯 一千元盒 如果是民建聯 那一定不像 我們這個價錢 兩千元盒 那 另外 我自己都沒有貨在手 我自己都沒有貨在手 我有些網友 一早和我團了貨 就是我經常和大家說 那支噴噴 其實我有些網友 林匡正知道 他們是一箱想買 記住不是一箱買 一箱十支 一箱是一千支 他們一箱一箱買 是很誇張 有些是十盒 有些是五盒 有些是一箱 是從來都很好買 因為這支是CLOE 不是剛才賣的那支 是我說我們買的那支噴噴 是放得到口 於是 你平時喉嚨通 或者你對鞋子有真菌 各樣東西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二氧化綠的液體版 簡單一點說 就是現在醫院 無論在武漢還是香港的醫院 用來消毒的二氧化綠就是它 而這一隻日本人 就將它成為了固體版 但是本身也有液體版 但是不能吃的 日本人就注冊了專利 加上食物添加進去 令它入口 你試過吧 喉嚨通 我前天喉嚨通一噴 第二天沒事 但是原來 它在現在這個疫情裡面 更加 真的需求了 第一你出去吃飯很簡單 噴碗碟筷子是不是安全很多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我剛剛收到 這一個 Vender 那個 老闆的reply 對於客人的reply 有些客人問噴口罩 會令口罩的filter失去作用 就是說 如果我用一些消毒的東西 因為現在香港口罩不夠 香港口罩不夠 有些人就蒸口罩 有些人就曬口罩 有些人就洗口罩 有些人洗口罩 有些人洗口罩 等等 如果噴下去 會否令口罩失去作用 以下就是這一間公司 代理eamask的老闆的回答 他就說現在是非常時期 他們建議給真的不夠口罩使用的朋友 參考就是我了 OK 他說一般口罩 是沒有過濾細菌和病毒的能力 他說一般口罩 是沒有過濾細菌和病毒的能力 他說一般口罩 是沒有過濾細菌和病毒的能力 這一點相信最近很多人都應該了解 現在政府提倡大家戴的口罩作用 就只不過是擋住那些細菌 所以戴口罩主要是防止自己的飛沫 和外面的飛沫 從口備進入人體感染 這意思 他說當一個口罩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口罩內外都已經是有細菌和飛沫 這也是口罩其中一點不能再用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當你脫口罩的時候 有些口罩生產商都有明確指示 如何脫口罩可以防止交叉或者二次感染 而我們的噴噴在日本 是一種食物添加劑類別的消毒產品 噴在食物上面 可以維持7天的殺菌和病毒的效力 噴噴不含酒精成分 所以殺菌效力是不會因為酒精 因為我們用酒精很多年 都是揮發而失去效用 所以噴一次是用7天的 如果使用噴噴在口罩上面 可以馬上消毒口罩內外表面的細菌和病毒 在現在香港口罩缺乏的情形下 用噴噴可以保持口罩 作為阻擋細菌的功用循環使用 同時也快出消毒口罩內外表面 減低交叉感染的風險 噴了這個噴噴在口罩內外表面 會有一層武毒和持久殺菌的塗層保護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反細菌的面罩設計 都在傳統口罩上面加了殺菌塗層和隔層 等等等等 現在非常時期 我們建議是希望真的不夠口罩使用的朋友 用一個快捷辦法來消毒口罩再用 你的口罩使用了一段時間 會有一些味道 其實一戴上就有味道了 因為你的口水出來有細菌 它就死了 它說請試一下噴一下我們的噴噴 它的味道會送出消息 是嗎 我試了 立即沒有了味道 它說如果你是專業人士和記者 不妨可以用噴噴噴去噴一下 以及去做細菌過濾的測試 OK 即是說如果買了噴噴的朋友 你們又不夠口罩 嗯 這個Render 或者我 因為我試過 都建議你們可以這樣用 真的不夠 不夠噴噴噴 嗯 不過大家不要問我 因為現在噴噴都沒有貨的 所以說來是多了 是的 我只不過在沙漠上面那個可樂 你說我啤梨賣的產品是多厲害 我上個禮拜年所有的汽車寶 什麼東西 辦公室寶 廁所寶 全部賣了廁所寶 因為這些是大的EA Mask 嗯 OK 記住 OK 星期三我會開售 其實課我明天都來了 但大家不要想跟我做Friend 什麼Friend 早點上來 我是絕對沒有這件事 嗯 星期五上來 星期三上來 自己執生 自己計 看看條隊 我預計了條隊 嗯 自己計一下條隊 沒有人買一個 不要買那麼多 I mean 就是沒有家人一個 因為一個可以用一個月 嗯 我斷猜你現在二月 你是不是三月應該的疫情 可以舒緩一點 或者不舒緩也好 他都有新貨到 嗯 如果那時候都沒有貨到 那也沒辦法 大家國安天命 是吧 是吧 自己執生 如果你說 嘩 我絕對不希望 你們四點多的離牌 實在太無陰功了 是 我是不會 啊 就是 這麼辛苦 撥回來 其實呢 我自己呢 唉不要說了 那些錢 那些東西 不過算數了 老實說 我賣出來一批給別人 好呢 我賣給你們 我想想想想 我就說得更多 嗯 要用販賦自己收錢黃狗狗 那就是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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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街號 他就想吃過 店舖 娘 ощ maj 祂 發妳 便 春蠅 快 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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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